一趟捷运的时间 听一本好书的精彩 林尔祥为您朗读 您好 欢迎您再次收听天下好读 我是林尔祥 今天想为您分享的这本好书 使训练大脑 让自己更强大 作者是 圣塔克拉拉大学的教授 萧娜·夏比洛博士 她也是临床心理学家 她用实际有效的正念研究 享于国际 也是将正念融入 临床心理学的先驱之一 夏比洛博士是以正念为主题的 Ted演说 正念的力量 观看次数超过了315万次 今天我们书斋的内容是 改编大脑永远不嫌太迟 这件事情跟年轻与否无关哦 在你此生中的每一刻 其实都能够改变 大脑的生理构造 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拥有 依靠自己的努力 而改善环境的能力 只要我们给它机会 我们甚至可以借由 想象某个行动 来训练我们的心智脑 以下就是今天的书斋 20世纪脑神经科学 最重要的发现 就是神经可塑性 根据神经可塑性 大脑在一生当中 持续不断地在改变 不论你现在几岁 都能够在你的大脑内 打造出健康的新路径 并且把不健康的老旧路径 给修剪掉 这个新发现改变了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概念确认了 人类是有无穷潜能 它也证实了 人类有惊人的适应和成长的能力 不只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而是在人生的任何时刻 在你此生中的每一刻 你都能改变大脑的生理构造 你能够长出新的神经连结 强化现有的神经连结 并且淘汰 不再发挥作用的神经连结 你就是你 可以改造你的心智 如果改造是可能发生的 为何我们大多数人 还是觉得自己常常会陷入泥闹呢 心理学家布莱克曾经说过 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 或许是我们得到了自由 却一直让自己困在同样的旧模式里 我们渴望活得喜乐自在 勇于冒险 做自己 并且敞开我们的心 然而我们却常常让担心 和怀疑伴助自己 我们担心自己改不掉旧习惯 我们怀疑改变习惯之后的人生 真的会有所不同了吗 我们执着地在心里告诉自己 已经太迟了 我太老了 其实 其实透过练习 每一个人都能够改造自己 我喜欢把神经路径 想成是带我们往任何一个方向的道路 我们每个人都有使用了数十年的习惯 形成的高速公路 它可能是我们的自动化情绪反应 像是很容易发怒 也可能是根深蒂固的信念 像是认为自己还不过好 还可能是摧毁意志力的行为 像是一再地按掉闹钟 要忽略过晨间运动 当我们开始察觉 这些习惯形成的高速公路 会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让自己重新握游选择权 每当我们意识到 自己即将使上习惯形成的高速公路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自己正处于一个抉择点 这些抉择点 使我们有机会 有意识地开拓新的神经路径 不再无意识地使上那条老路 你可以把这些新的路径 想成乡间小路 你比较少走这些乡间小路 一开始会开得比较慢 但它们是演化之路 可以把我们带往新的地方和经历 习惯形成的高速公路 只会把我们带到以前去过的地方 假如想要去新的地方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一直使用旧有习惯形成的高速公路 就会去到相同的老地方 找不到想去的新地方 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 因为我们的高速公路到不了那个地方 俗话说什么叫疯子 那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还期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要去我们没去过的地方 就必须开拓新的乡间小路 也就是采用新的神经路径 当我们更频繁地行驶 在这些乡间小路上 透过不断练习 这些路会逐渐变成新的高速公路 取代那些不再符合我们需求的旧有高速公路 因为旧的路 只适合让神经修剪大队来个痛快的拆毁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想一想 回想一下 你上一次看到小宝宝 以风火轮小汽车的速度在地上爬的情景 现在 想象这个小宝宝刚学会走路的样子 他跌倒了 他咯咯地傻笑 再站起来 然后又跌倒 几年后 这个小孩能够不假思索地走 跑 跳和手无阻导 要让改变发生 需要专心致志地练习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哦 小宝宝从学爬 学走 学跑的过程中 虽然一再地跌倒 但他从不自我评断 这一点 是我们需要向小宝宝学习的 幸运的是 我们的大脑天生拥有 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改善环境的能力 只要我们给他机会 我们甚至可以借由想象某个行动 来训练我们的心智 国家卫生院的研究员 曾经进行过一项实验 让半数的受试者 用手指练习弹钢琴 让另外一半的受试者 想象自己在练习弹钢琴 实际用手弹琴的那一组人 他们负责控制 手指运动技能的脑区扩大了 而想象自己练习弹钢琴的那一组人 他们的大脑也有同样的改变 如果我们拥有这种惊人的能力 为何还是有那么多人 轻易地放弃乡间小路 误以为乡间小路 没有办法带我们到达目的地 最后还是一再回到 习惯形成的高速公路呢 问题就是出在 我们把焦点放在目的地 也就是我们努力达到的静态目标 然而 把焦点放在完美的终点 这并不是人生的重点 人生终止的点是 嗯 你知道的 人生的重点在于过程 我们的生命一直在进化 完美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它是站在进化的对立面 许多最伟大的人物 明白这个道理 知名画家达利 曾经给世人一个忠告 不必为完美而忧心 因为你永远达不到完美 哲学家康德也说 人性这根曲目 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 如果 连这些大人物都明白 人不可能达到完美 我们为何一直因为 自己达不到完美 而责备自己呢 我们必须把自己 从完美的迷思中释放出来 才能改造人生 美式足球传奇性人物 龙巴迪告诉世人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完美 但是如果追求完美 我们可以达到卓越 这位知名教练知道 追求的过程 能够让我们成就卓越 如果要改造人生 必须要聚焦于方向 而不是目的地 以上书斋 斋子训练大脑 让自己更强大 由天下杂志出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